好了,下一部,山卡丽娜,散華麗麗,虛偽的自由,鬼父,我的姜屎那條河海,知不知道? 其實有原因,為什麼叫山卡丽娜? 陳宇,我新回到說,作者第一卷網位說到,另外動畫方面的節目中也翻了出來,男主角的名字就是網位拍,是不是德國的,還是意大利的? 是,拍薑絲片,這傢伙是怎樣拍的? 1979年吧? 好像這傢伙拍得很多,當時被教會那群追殺的 好像他拍過那套叫Zombie的,不知一二站的,很噁心的,1979年時的封面很突然 而麗麗就好像其中一套片,可能是他最喜歡看一套的日文譯名 是,所以他就叫那個山卡丽娜 兩個是有關係,男主角真的有關係 就是江湖珠柯南 即是兩樣東西,名字跟那個姓黏在一起 所以沒什麼事就悲劇的了,你玩完了,沒人鬥的 但說真的,這個女主角就不是很噁心的,出來的效果就漂亮了一名 其實我覺得好過漫畫的,以畫來計 其實又不算好很多,好少少 好像你吃了沒什麼用的道具那些,加10%那些 你又好過沒有,打一隻怪可能會快一兩分鐘 對,打抗殺星,一兩星那些低的卡丽娜 因為本身他原作的畫,都是那一句,我經常說 不知應該越可連續的漫畫,畫是比較壞的 越畫越輕 對,不過我也想問,其實這個季節也預計有第二季節 肯定有 這個季節他做了多少本小說 好少 好短 好短 不,他本身是這個重度,其實沒問題 如果人太快,會慘了 其實他漫畫的進度是快的 是OK,是很正常的 其實這個是假象的,漫畫人覺得會快呢 他每一集完結的時候,都是最高潮的地方 要去看下一集 那就好像火鳳鳥的單行本 但是動畫就不會那麼咳嗽 動畫這樣做,節奏會很怪 用動畫這樣做,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穩集會說動畫化一點,我之前想過 那先說一下這個 其實為什麼大家會覺得他後面很立落呢 因為他前面大概頭一半 大概大半 就好像去到他跟他爸爸單挑的位置 都是原作來的 但後面的全部都是燈波中燈的 應該說,有一些東西倒下來 韓國媽媽是殭屍這件事 另外... 製作都沒有說到那麼霸味 就是說... 對,就是爆炸了 因為曾經一集是說他妹妹 去掃墓的時候 她記得當時霸燒的時候 她媽媽摸她就說 我都沒有知覺,為什麼這麼傻呢 說你霸燒 然後臨在哪個阿爺 你來,再摸她 再摸小妹 她是不是又沒有知覺這句子 還有阿爺的阿晶阿晶復活 這段應該是漫畫後期才說到的 搬到上前 另外,她媽媽跟韓國在房間交交 都是後面的劇情 搬到上前 搬動畫化了 這個會令人感到 這兩件事搬成了 另外,文露學校的故事 又是自己插進去 現在滲了三集 最後一集是 蹲球中 蹲了一集 就蹲了四集 因為其實最簡單的是什麼呢 這個 你如果就這樣看下去 不要計算最後一集 或者打喉的東西 如果你只看動畫版 你認知就是什麼呢 有個 喜歡殭屍的變態仔 嗯 喜歡奸屍的變態仔 我怕樹林用這句 是嗎 樹林用變奸屍 你有沒有要反駁 他應該沒有 不過不要管他 弄了一隻殭屍 意外地 殭屍是女兒 你看下去 這個應該是他們的 樂夫樂夫 開心日記 這樣的生活 但其實他的原作 就不是這樣的 這個只是很基本的 大家一開始看的 好像是閃光 其實不是 其實大家看動畫版 最後一集 應該有點端倪 有馬你講過 最後一集 如果在今次順序動畫 這樣做 其實是Kiss 很正常的Kiss 但動畫不斷 一吊你癮 就改了做 韓谷 在波林球場那裡咬 爽咬 其實這段劇情 後面也會做 但沒那麼快 我記得那陣 就是一個月和一個月之間 最後那版 突然間 不知道做什麼 之後下一版 你就發覺 嘩搞什麼 麻煩等下期 總之 這個故事 不是那麼完美 還有 最簡單的說法 是什麼呢 他們這些 雙屍還是喪屍 不要管 其實就不止這裡有的 這個世界 有些東西 是在研究雙屍 而有關的人物 其實這個時候 應該已經出了 美國那個 是的 那個金白妹 但動畫是沒有出的 他不可以出 一出的話 因為一出就要講完 可能十一十二集 才出來 又趕不及 細鳳給他出也好 所以他這樣搞快 就一定有第二季 否則他不會這樣做 其實這段劇情 應該做兩季 不是做一季 他已經時間不夠 他一做一斬 那可能他拿不夠經費 但當然 他的DVD 我覺得他在Bullway 絕對好賣 他的特典是什麼 山華玉城 全上閘 是啊 大家都想要 大哥 我看到那些 售賣數字 那些人都挺Buy的 還要他連漫畫月行那邊 他之前也有些卷頭採葉 然後說 買這個動畫版傳集 送禮來承賞日記 承賞日記 這樣 鬼父會連拍照就賣出來 是啊 還要好像有個 不知道什麼 衣帽間 被你儲齊一套 鬼父啊 這個是鬼父的 獲得承認的瞬間 是啊 總之 某程度上 這套東西的粉絲 可能會很喜歡這些東西 但是 基於他漫畫是這樣 我們不劇透太多 但是他的動畫 就避免了 被迫著 就會出現一個燈波鐘的情況 他講太多 又做不到 這樣實不下去 講太慢 有錢 其實他在不同的情況下 已經有不同的位置 插了一些東西 例如說 福利亞 男主角那個 男同學 突然出來 丟橋鬥 有時候搞事 那些 原作後 很多都是沒有的 將這個小人物 搞事 好像Lucky Star 突然有白石出來了很多 出來了 有純打賊 是 舉例 拿來串一下牆 搞事 他拿來燈波鐘 這些位置是有的 但問題是 他怎樣也燈不到一季 反過來他應該做八集 或者十集 就是完畏 他就不太好 反過來就差不多 反過來農縮 也會好些 而且他講得 阿麗來 其實他的 Zombie的特性很少 因為厲害 因為 一講就後面 一講就後面 動畫 現在你講到的 例如說 一定要吃排毒 吃紙讓人坐 排毒 另外他手指甲 即是頭髮會掉 頭髮 但不會關上 記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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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儀是說的另一回事 但是他完全不貼現在這個動畫的題目 動畫來說好像幾天而已 阿儀是殭屍研究所的人 這個我放在另一篇 實在研究,動畫是三個月 3、1、3、12集 但其實在實際動畫中 其實是幾天而已 你不要說是殭屍這麼快 一個星期都沒有 不要那麼快,腐化,沒有那麼快 只是幾天而已,是新星期而已 其實這套東西如果狼獸成8至10集 其實很舊 不是,動畫中間有三集 是其他角色獨立了一集 你說Rango我覺得OK 他妹妹有一集,Rango有一集 然後變態鬼父的後母也有一集 後母那位是有的 但這三集其實是 我覺得比較偏離原本的題目 他沒有位置接著接著 對,但是他插在中間 最大問題 我也想問一下 鬼父有意思 比較奇怪 但是其他青梅中話 其實都是悲喜 你變成主題說得不多 那就變成很散亂 因為青梅是原創的 原創是沒有的 原創是沒有的 因為他經常 如果他是穿和服 你記得 大哥 你不會在意和服 他原創只是說 他在那裡抽 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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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因為剛才也說過 他無法打開 就一定要找些東西插進去 於是就發大這些 或是強行側 但當你發大這些東西的時候 變成很猛 他唯一可以貼到題的 就是屍體僵硬的集 其他集數我完全不知道他做什麼 變成很悶 有好處的 他的妹妹那些都有些 但其他那些就未必太好 有好處 今季將這些無關最少的劇情講完 下第二季有的話 全力跑轉才行 但我想問會不會趕了下 不是 但以第一季內容來講 真是不淨模樣 雖然看麗樂 成績有四次去撐壽 大哥明白嗎 糟糕 不過其實這個 他有個對比做出來 他後面不是說 什麼殭屍觀察日記 其實他做的事 就是鬼父之前做的事 可能更加嚴重了 不是 你想想 他拿著DV去錄 吃飯都錄 鬼父做的事 是一個農友做的事 他做的事叫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明不明 鬼父的情況 阿三說不想給你看 韓國潮一點 我想給你看 很簡單 鬼父都說是可能一個生日 一年才一次做這麼激的事 但他現在不是 他無時無刻都在錄他做的事 更加過分 一個軟大一個軟大 你不能夠 以目的來說 是我剛才說的一個 一個農友的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但以實際操作來說 其實兩個是差不多的 因為你看到他什麼呢 他拿著DV拍什麼 拍什麼 拍頸後面 拍什麼 拍胸啊 拍摩油啊 拍腳 拍什麼 你說那些位是露出部分的 你看到他身體腐化 有些死皮 其實我是想預期看這些 我覺得正常的 但你拍什麼 穿泳衣的位置 買衣服 他亦都表現不到 他對於這個生命 就是 他那個 殭屍的生命 就是結束 會腐化 那個感覺 他有 他表達不到 就是人 和殭屍 在這個角色上有什麼分別 人鬼殊徒 在原作裡面 性格上沒有分別 他太樂天了 因為他是從一個枷鎖裡面解放出來 他還在hyper 他完全沒有這個feel 他沒有這個殭屍的視覺 近期有 他身體上的變化症 剛才有馬所說 這個只是實際時間裡面 過了幾天 真正殭屍化的出現 是沒有來的 幾個月的 是啊 還沒有 還沒有 快點 所以 你現在看 是完全看不到 亦都表達 你自己可以看到幾件事 就是什麼 他力量大了很多 他跟 Furia Kiss的那一刻 咬了個唇 搞到他半殭屍化 被他老爸捅了一把劍 又沒事 會說到那些東西出來 這句話很奇怪 不是 殭屍咬完之後 就隨意讀屁 後面那些部分 就一定要等到 第二季金飯會出來 然後說一些 細節性殭屍的特徵 大家才會知道 加上 有人懷疑 他曾經試過 灌過阿里尼 在薑崖的時候 下福爾馬林 去說 FORMALINE 其實 你防腐而已 你會跟薑硬有什麼分別 人家本人是在防腐 是不動的 大哥 他可以用來 FORMALINE 又動動又吃又捉著牠 那是保存了它 但是道理上 你查FORMALINE 它是會抽水 對 黑了 不要在此生馬魚 用一個正常的角度 FORMALINE 要挑選 選擇浸屍水 浸完後,那個人會變成什麼呢? 像大家去看埃及法老王打開棺木的樣子 或者是人體奧妙展 總之那個東西就... 肉會向裡面吃,皮膚變成啡黑色 很硬的,很硬 就像滷水一樣 浸完滷水 就是滷水的皮膚,然後再淹水,變成杯麵的滷水 那杯麵滷水的女兒是不會有人要的 也沒有人要杯麵滷水女兒的成長日記 於是她是不會做這些出來的 但我覺得主角反而會出like的這種 所以我叫她變態老 她雖然未做到,但我覺得她第一季時間處理上做得不太好 她應該直接做兩季 她咬不到數,咬不到兩季 對,還有一個圖做的新聞 對於男主角的貓耳有什麼看法? 那個算是否忘了 那你對於Mark Hawk X裡面的狗耳有什麼看法呢? 那狗耳有什麼看法呢? 真是 你不如說,她妹妹為什麼要戴著那個三角呢? 對呀 她的衣服是死人裝的,是死人衣服 她的衣服來的 那她家裡可以剪 不是設定問題 這隻貓耳,但跟貓耳有關 就是為什麼Gradion的Micolor後面有一隻東西 沒有設定而已 算了,那說真的 OPED大家要怎麼看呢? OPED很普通 聽到好像沒有聽過 真的很普通 歌手話聲不錯 不是,劇情吸引就... 不是,這套東西最看的就是內田真麗 新人類性又代表現實新人 老實說,作為一個有看原作的人 我想有馬不會反對這一點的 就是當我們剛才說過 應該要出... 跟鬼父爭完女兒之後 這件事件之後 出那個金法妹出來之後 那些位置是好看的 無論你說Layer和Wango爭仔的感情戲 或者是殭屍演變之後的一個現實情況 兩個位置都是會好看的 即是要殺殭屍還是不殺他呢? 沒有,沒有,殺不殺殭屍 總之是演變 我說殭屍,沒有說禮 那些位置是好看的 是會吸... 就是節奏是會快很多的 但一季看下去就吸引不到 但現在他這樣做了就變成一個很立落的東西 亦都突顯不到本身作品的特色 我最怕就是說 如果你說第二季可能會這麼好看的時候 第一季已經趕到很大盤人 是啊 就糟糕了,除了那些變態鬼父之外 變態鬼父之外 或者看過原作的人 看過瀑布了,怎麼辦呢? 都不是這樣 他可能會看報告那套真正的鬼父 原作的支持是可以支持到的 原作真的很棒 OK的,原作不錯的 不是,可能會像Yui的第二季才吸引班人 回去看,好嗎? 好,那算了 這個講到這裡了 好,我們去下一部 講到這裡了 好,我們去下一部 講到這裡了 講到這裡了